謝謝大家 我今天有點緊張 剛剛那個曠牧場說 欸? 一直都有啥會緊張喔 好一點 為什麼? 因為這兩位 都很可怕 因為他們思考速度很快 然後講話速度也非常快 所以呢 我現在要先講一下我們這場的COC COC就是那個行為準勝 請三位遵守一下 第一個就是 請羽肅不要開 上次機會 你去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時候 一個小時坐了三萬步 因為就沒有人可以把那個共理看完 我覺得超好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 請不要做政令宣傳 第三個就是我們這是一個真心化大冒險 但是只有真心化沒有大冒險的這場選項 那第四個就是 slider大家可以提問 然後也可以投票 但是呢 我在這個panel裡面 我會執行我moderate的權利 就是我未必會依照投票的順序 來做這個 來選擇 好 那 因為開放是需要很多MH 那 我想要認識一詞 因為平常非常的壓力 好 那今天這個題目叫做 Gov-dealer is a doubt 那 其實我想談 討論的就是一個概念 就是去中進化之類的詞 但是因為Noah跟我說 去中進化這個詞可能 有點像Cripto 就是加密貨幣讓人家覺得 欸 畢殺費這麼正直的人 怎麼會想要加入帝圈 去中進化可能會讓大家覺得 欸 這是一群無政國組織的 其實就是了 這是因為安大吉部長 對 好 那 那我想回來說的是 為什麼要談去中進化這件事 因為去中進化這個概念是 我覺得是Gov-dealer 非常非常核心的一個概念 然後我覺得也是Gov-dealer 所有的這些理念裡面 我覺得最浪漫的概念 為什麼呢 我覺得當你講到去中進化的時候 它代表了自由 代表自治 然後反權威 然後平等 脫離宰治 但是我覺得去中進化也是 Gov-dealer所有的核心概念裡面 我覺得最難以掌握的那一個 我覺得在某一瞬間 你會覺得 欸我們真的是一個很去專心化的社群 下一瞬間你又覺得高盛 為什麼都是這些人在做決定 所以當你在意的時候 你真的會非常非常的患得患失 所以 這樣有點好像在講愛情 還是在講社群 我一直講不太清楚是吧 所以我們今天呢 我們有給三位Presentation的機會 因為我覺得他們都可以很快的 快問派答 所以我就會一路問下去 讓大家有slider 就是到一個段落 我就可以開始看人家slider 那 所以我們就先開始 那首先需要介紹嗎 那我按照參與的順序來 那第一位是高嘉良 他是第0次黑客松的參與者 那這一位是唐鳳 AU 那他第一次參加黑客松 應該是在第一次黑客松的參與者 那最右邊的是NOA 那他第一次參加G201黑客松 應該是在第五十一次黑客松的參與者 不要以為我們這種資料都可以查到 所以等一下之後就會做Fact Check 然後 所以我們請三位先用三句話 或是三個關鍵字來介紹 聽清楚問題 介紹你目前跟G201的關係 不是介紹你 是請你介紹一下 定義一下你現在跟G201 直接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從高嘉良開始 我們從高嘉良開始 現在 那這個共有發起人 以及可以搭成為村子 不變的事實 所以現在都還是這樣 那再開始做了蠻多發授 但這次實際上沒有太多時間參與 所以說是一個比較輕度的參與租 當然最終還有做事情參與 周東團的一些討論 或者是Found Racing 所以這個是我現在跟G201社群的關係 對 清楚的參與者就是未來的周東參與者 我們永遠保持你會回來的機會 接下來歡迎AU 我首先歡迎你回到社群 真的非常久沒有實體看到你 對 沒有是中營 沒有是中營 中營 對 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因為剛好昨天有看高嘉良 我覺得她現在也在天安有過 她的平台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是嗎 今天凌晨 我起來的時候看到 那因為他們定義這個 就是 事情看起來不可能 或者是沒有什麼指望的時候 那自己就會很High 然後所有的問題 沒有關係挑戰 可能就來做做看 最近那個到 zero 我就是那種感覺 對對對 真的在一開始的時候要把Whit Sam跟Gitlingly連起來 真的感覺那個中間文化差距蠻大的 那所以當時好像就是一下就丟了一個Google米給我 然後就進去然後從Logo聊到那個 許什麼什麼字 然後到這裡要怎麼發音 之類的 就是突然之間社群們冒屬於一個海康 所以我想我就是one of 海康 這是第一個關鍵字 那另外一個是可能家家嗎 就是plus plus 那就是因為早期大家就不是說推或者家人 就是說家家 那概念相當是有一點詳細的 是說不是我自己怎麼樣 而是我要把他本來的在做的事情的能量增加 這樣子 所以大概就是一個增加的角色 大家在這邊做了什麼有趣的事情 那有的時候我稍微靠一下 或者轉退一下 或者可以比較容易找到更多人 這個是這樣的角色 那雖然沒有真理宣導 但其實事實上 我是怕自己當作馬達的角色 就是說去確保一些最基礎的 大家不管去通話送還是哪裡 要保持連線順暢啊什麼之類的 一些infrastructure 以後最積極的子通訊 存在那個是必須要確保 那這個也是我們現在的工作 那我這樣 所以我就是AU獎的那個菜鳥韓卡 對 那這是第一個字 那在GD裡面發了很多這個不期而遇的溫暖 包括什麼包括很多很多幫助的理由這樣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WEB3 WEB3是我們自己的背景 那第三個是挖的這個坑 挖的這個最主要的刀子有 那任務呢當然我們現在的 也是扮演某種馬達的角色 就是叫做驅逐引擎 那希望可以去Super Charge 然後就已經在未來的發展到 謝謝 好 謝謝 三位 嗨咖都在這裡 來 來 那 不要聽到親來好嗎 主持人在這裡 好 那 再來我想請三位分別用三句話 講一下就是所謂去中心化這個概念 你們認為這個概念裡面的意涵 是不是 那 我想先請能往開始 好 我覺得去中心化這件事 就第一個是 去中心化是一個理想 就比如說 其實EPA今天也講過 就是我如果今天看著一個 一個某個政府好了 那他今天如果 鈔票燒發造成了 怎麼一萬趴的通膨 這樣我可能就會指這個政府 說它是一個邪惡的中心 我需要把它給去掉 那 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時候很大的痛苦 所以看到這個 誰的中心化 就會往最極端去 從中心化 中央極權就會變成直接東西 就會變成去中心化 所以第一個 那個去中心化的 對我來說是一個理想 第二個去中心化是一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呢 就可以去 拿著工具就可以去行動 那 大家都可能知道 區塊鏈的人會知道說 區塊鏈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公開透明不可篡改的 Excel表上面寫著 誰擁有些什麼東西 所以它可以創 拿著這個工具可以去創造 新的藝術市場 新的金融市場 新的民生機制 或者是新的資理機制 跟協作方式 所以它第二個 它是一個工具 但是第三個回過頭來 我覺得 區中心化這件事情 其實最終 也只是一個選項 那 就是 即使它 區中心化這件事情 就算只是 以一個選項的方式去存在 它最對於 許多中心化的 單位或角色 其實都可以取到一些 那個制衡的 的作用 那所以回過頭來 就是 不是所有的中心都需要 不是所有的 所有的人 都需要 這個 區中心化的主力者 這個是 是沒有必要的 那就是看 那個 context 看這個情況 看這個 區中心化 應該要被 是有用的 那次才是 有意義的 所以 區中心化是一個理想 是一個可以用來行動的工具 那最後 它最終 就是只是我們的一個選擇而已 那接下來請 Odry 好嗎 你已經講得太完成了 所以 沒有什麼可以補充的 我想 之前常常說 數位 就是不只一位 嘛 剛剛我們這樣 數位 大師 我們也有數位 數位大師 數位大師 有好幾位數位的 我們所大師 所以 就是 如果只有一位 那剛剛講的 就是半點 這樣的問題 但是我想區中心化 它後面還有一個是延展性的提高 所以當你有數位 而不只一位的時候 還可以去想說 那能不能有數十位 我的數十位 就是多中心嘛 之後 還可以想能不能數百位 數千位等等 那 這是可以一直持續下去的 所以我覺得它 對我來講是一種傾向 就是說 就算你基因有數十的數百個多中心 我還是會想問說 那是不是可以有數千個數千萬點等等 來 趙教授 去中心化的這個意義 那我把它分了三個層次 就是從開課的從技術上的層次 然後我想區塊業是一個 它的 implementation 但是大家可能 平常如果知道 在目前大家用Kids這樣子的方式去管理 Source code 去做軟體的開發 它其實已經是一個區中心化的 那早期其實這個是非常中心化 你必須有這個程式庫的assets 來能夠去貢獻到這個這個發掘的地方 所以在後來 其實這是一個從技術程式上來講說 你怎麼樣讓商機師可以不用經過Permission 就可以開始做一些事情 那第二個層次其實是一個 我所謂發成的Social Layer 就是說 我們怎麼共同的決定 什麼狀態 哪些事情需要大家的 這個Energy去決定要解決什麼問題 那第三個層次就是這個 決定 我真的actually去決定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 你可以把牆的想像是一個Democracy Layer 那 我們後面的題目有提到 就可以去做一下 所以我看是 它是個 technical 然後 social 然後 social 三個層次 嗯 很棒 好 那接下來第二個問題 其實也呼應了 我們現在其實slide上已經有人問了 就是 為什麼在這個GovDiru這個社群 開始發展的初期 大家就是 大家我其實不限於Cofounder 我覺得 就是這些參與者 很早期的參與者 他們就決定了 這會是個去中心化的社群 那去中心化是重要 或甚至必要的嗎 對這個社群來說 那slide上就有一個問題說 會不會有一定比例的參與者 其實他們根本不在GovDiru中心 只在乎說 這是不是一個 可以解決社會議題的長緣 那我想先問 大家聊 嗯 這個的確是一個 當時早期參與者 所有下過的一個決定 因為當時你想像在這個行政 大家很熱血想要做一些事情 一個人聚集起來 有能力有資源 那你有幾種選擇 就是說 你可以成立一個協會 或是指標的 那 去找到可以多的資源 去找到可以多的資源 然後你來捐打你做事 那 在參與的人 早期參與的人 第一個當然可能覺得 不見得自己想通過這麼多 培心去做這件事情 這可能是其中之一 再來就是說 怎麼樣是更大的影響 那 因為大家都是從 open source的社群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這個模式是運作的 一般來講 我們只看到open source的這個軟體社群 或者是說 在台灣很特別的是有 Costcard這樣子的社群 那我們那邊把同樣的模式 耗用在更大的異議上面 那這可能是一個 可以的強制 所以當時其實是有做一個 大家有資料的共識 有這樣的方式 不成立即是有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想 我們以結果來看 其實它是 我覺得它是重要的 它是重要的 那 Audrey 你的記憶 還是破底下CO他們跟Hubby Hubby 昨天我今天看到的那篇文件 就是 我覺得跨域是 我大概一二、一三年 對G00的黑客松 跟其實我們國外 或者國內也都參加過很多類似的活動 所以最大的不同 就是非常有意思地在跨域 那 那今天稍早我跟 Genthal他 跟他先生的 Morality 就是聊這個 其他的COVID 很容易變成 就是越淡就越不跨域 他可能一開始真的是跨域 挑兩個領域 然後之後就是這兩個領域裡面 特別的窄個人會留下來 然後之後第三、第四領域 就都覺得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好像就這兩個領域 專門在做這樣子的 那但是 我覺得 當時的我的記憶 就是說不管是 或者是發貼紙也好 或者是 報關鍵字也好 或者是 就是在那個文字語周邊的 特別小的那些字 很多的 舊送也好 坑出也好 會特別給他們多一點時間 給他們多一點舞台 然後希望 越多人越好 這是我覺得 十年多來都沒有畫面 我覺得其實這是阿宅的一種體貼耶 因為 如果你們當時決定說 就是要越來越窄的話 我跟E-PAR就沒有辦法繼續參與 所以 大家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 我覺得其實 其實我會寫PAR 好我不會 我只會看白組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說 回到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HIGH A做字的人 其實很容易被吸引來 去 我們怎麼樣讓這個動作 是持續的 是一個 它是一個接近Infinity 大家是可以吸 透過這樣的方式 建立更多東西 吸引更多這個HIGH A 好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 deliberate decision 那所以 嗯 呀 然後我們用 反正我們就是套用的 這套 大家有一些 這個階段性的成果 好 那吸引不同的 剛剛就是說 不同跨域的 怎麼樣build out 這個東西 怎麼樣 更 同時又share這個practice出來 然後更多不同的話 你看到 好像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不管是科技 還是做 就是這套做事的方式 可以造成更大的影響 好 我覺得有沒有要補充的 好 那我接下來想問的話 就是 你知道你剛來的社群沒很久 但是呢 你真的committment 令我吃驚啦 就是你訪問了十幾位參與者 而且全部都做成功 那個紀錄 那 在你訪談的參與者裡面 你覺得對他們來說 去中心化是重要的 你的觀察是什麼 你的觀察是什麼 我覺得 就是 其實就像剛剛講的 這個所謂hires 這樣的點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對去中心化 大家的相信程度 當然有高有低 但是我都想要講一個 就是我們看到的起點 就是在這些訪談裡 我找到就是 其實這個起點是 就是大部分 會來紀錄做貢獻的人 他們的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是實現自我 實現利益 實現影響 對紀錄的可能 大部分人 這三件事情 可能是同一件事 那對於想要實現自我 其實一個去中心化的生態 或去中心化的地方 可能是一個 大家更容易去 長成自己想要長成的樣子 那其實就回過頭來 可能更像是一片森林 因為森林不會去管說 我這邊的樹 一定要長成什麼樣子 或一定要長成什麼地方 或一定要怎麼長 那所以 大家可以去長成自己的樣子 在這個reference裡面 自我實踐跟這些樹木的生長 可能是相對相 但回過頭來就是 森林也會遇到 比如說像資源分配的問題 你如果在一個地方 只有一束仰光 然後兩棵樹要去 都想到這些的方法 他可能會競爭 但他也有可能 另外的方法是 合併成一棵樹 然後就是就長出來了 那所以回過頭來 我覺得 如果我們想要 長出一片好樹林 或者是我們想要 成為一個 好的去中心化組織的話 可以做的事情是 不要去妨礙大家的自我實踐 不要去妨礙大家的自我聲響 那另外一個是 就是當然 這個overall的 願景 或者是共鳴 我們可以去激勵大家 去實踐自我 但是最後是 一定要持續去探索 資源分配這件事情 到底應該怎麼做 對於整個社群 對於整個森林才是最適合的 那我們才能夠 慢慢地找出一些好森林 找出一些好社群 OK OK 好 那接下來我想問的是 那過去十年中 GinB社群曾經嘗試過什麼樣的工具 或是方法來達成這個 去中心化組織的這個目標 那有對社群帶來過什麼樣的挑戰嗎 那這一題我想要先問高嘉良 方法跟這個工具 就是我覺得從最開始的這個宣言其實它是一個 文化這個真實 然後大家 欸 同意你就來 我們就是 我們就來做事情 那接著其實 我會想就把這個問題再猜一下 就是說 去中心化 或這個community本身 那其實我們就是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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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中海辦的這個大手 是不是一個中心化 可能一段時間需要是這樣 但是我們就會 繼續再做下去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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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一個持續 你要花力氣 就讓一開始說 要花力氣去維持去中心 這個事情 那這個是以 Compure的我人生來講 那以 就是說我們能不能把去中心的概念 帶給更豪泛的社會 就是說 不是發覺我們在 建立化就譬如說而已 而是說這個產出是更去中心 我覺得 最開始很多 我們做這些open data transparency 都是要 empower 大家自己做一點點 有很多路線 再來我們多做一些 很多當時 Equid Democracy的嘗試 包括Police 或者是台灣 這些 其實都在想 這些 就是說更general profit 更討論 有沒有辦法去中心 所以我分成 我們社群的部分 跟這個project 試圖 達成哪一些 哪一些去中心 這兩個部分 Oji 其實剛剛看到那個 就是從Texas 然後到Texam 大家看那兩條曲線 覺得很順 但是就是 不是那麼順的一個過程 中間這個 容易不知道 抱了多少 片 加在一起才做 那個migration 那我這邊特別想提的 就是說 控筆啊 或者這些最基礎的工具 當時大家很以來他們 但是 當他的 突然之間 所謂 就是 就是實際來的人 是前一天的 100倍 的時候 那當然都會 對這些工具 本身造成壓力 那 有的時候就是 Hackpad 就幫我們解決掉了 那有的時候 他們被Dropbox賣了 就沒有掉 繼續幫我們解決掉了 所以 在這裡面我覺得 每次發生 這樣子的 migration 的時候 常常是提醒我們 光是那個 Source Code Open 是不太有用 Hackpad當然 Source Code 是Open 也讓Migration 變得有可能 但是 到最後就是 那個營運層 的 know-how 就是怎麼去 我們並沒有很平均的分散 那當然 現在還很低 是有稍微好一點的 水平分子等等 所以 我覺得這次 到Hackpad 其中一個切入點 就是說 我們的方法 非常的多重心 或有時候 可以到很去重心 但是 我們的工具 還是WebR的工具 它有一些重重性 即是 在裡面 那我覺得 這個也是 WebSAN 提醒我們說 原來也有方式 連工具都可以配合到 我們的方法 那些 那些 都可以放那個液化 如果 枸材還會不會到會議 阿 那我覺得 剛剛提到的比較是說 這些 讓我們可以去裝修建作的 這些基礎工具本身 是 不夠去的 有想到多次這個 - 換你一下 - 等下大家都不用嗎 所以我想這的確是一個挑戰 那包括我們slap slap是一個commercial offer 那有沒有更好的這個空虛 或者是說更多的 去進行這些 我們本身想要去中心的 所以這個我想 我們好像後面會討論 - 真可愛 - 還有其他去中心化的工具還是 - 就現在其實 - 市面上有很多 - 不是 市面上 - 其實有很多 比如說像solution 它是可以把你的social graph 就是你這個朋友可以帶你走的 就是你的朋友的這些 都記錄在這個區塊面上面 所以如果你可以想像說 我從Twitter轉移到另外一個social network上面的時候 它可以直接把你的朋友全部帶過去 就沒有所有的朋友 或所有的網路效應 都只能在一個朋友上面直接寫 那可以延伸想像就是 比如說像slap 我如果可以把我的訊息 跨平台再不一樣的地方去帶的話 我的這個 這個 這個 討論 這個就會延伸 它就不會被切斷 那社群就會被繼續 所以這也是的話 可能可以做到一點事 - 但 再次印證去中心是要花 effort 比如說跨平台 雖然 就是Polme有維護了一個這個bridge的機制 但那一天那個protocol在不上 就覺得太麻煩了 你知道嗎 所以去中心其實非常地花力氣 那我自己的觀察是 我覺得其實社群運作幾年之後 其實一直有人在挑戰說 我們好像 宣言雖然這麼說 但是實際執行上明明就不是 就是還有很多 好像還是有很多中心在 那可能不是單一的 但至少是數個 數位 所以 就是二零一幾年 六年 就是在G01宣言修正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去中心改成多中心了 那 你覺得這個是 承認這個去中心是 沒有可能達到的一個狀態嗎 就是這是一種呈現失敗嗎 到底把這樣 把宣言這樣的變動 就是符合現實 還是一種就是放棄聯想 因為我要 quote 一下子儀的這個 這句話 我覺得她那句話太棒 她說去中心化是努力的目標 多中心才是呈現的結果 那如果我們把宣言中多中心 來取代去中心的話 好像是宣告中心決定放棄 將權力分享出去的能力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 好 我們想請Ojie先 comment一下這個過程 不過我剛剛講的就是數十、數百 基本上跟子儀的剛剛那個批判是同的意思 可以說是同一詞 因為如果我們說多多益善 所以如果現在的中心覺得這麼多就夠多了 再多就太多了 那就是中心化的 但是如果現在不管多少個中心都覺得再多才是對的 那就是往去中心的話的方向 這樣子的道理 然後我們請告代啊 這個 quote 被壓上面唱 沒有什麼失敗才能講 其實還沒有 沒有失敗 只是我們結到 謝謝 謝謝 那早上剛好才跟Noan 也在slack上面很麻煩 因為現在我今天看到了這個 VSM 這個 他裡面這個 看到這個1970年代的時候 有人提出問 就是說 這個 其實Centralized跟Centralized 它不是一個 確立 它是一個不同的代表 我們在什麼事情上怎麼做 那沒有一個絕對就是說 Total一定是這個Centralized 或Centralized 那其實 主要重點還是說 是不是align 往同樣一個方向去 那所以宣言我想抓這個方向 就是很清楚 讓大家去往這個方向 那實務上 我們是 就像 剛剛提到我們是 希望有更多的東西 更多的東西出現 那我們也讓環境是可以 enable 更多的東西出現 那我想這個是重要的 那Noan 我覺得像 Utopia這次 就理想國這次 本身的 它直觀其實意思就是no place 就是沒有地方是不強 那這不明顯代表 追阻這件事情是不重要的 那 比如說像 前一陣子 Vitaly也出了一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就說 那個 到這件事情 試驗了幾人 然後大家發現 到這件事情 運作很沒有效力 但是應徵 對 很沒有效力 可是怎麼辦呢 它就提了一個新的空架 那這個新的空架呢 就跟距離離現在的空架 非常對此 所以 那它同時在這件事情 就是多中心的這件事 那同時在這件事情上面 它也說 不是所有決策都是 由共視覺 是最好的 有些決策可能是 那個 往最底邊走或最右邊走 會比田在中間好 比如說 台灣要不要開放波爪這件事情 0跟100可能都比50要好 那 我以前的教授就有跟我們講說 如果你在路中間的話 你會被兩邊的車都撞掉 如果你在路中間的話 你會被兩邊的車都撞掉 所以 有些決策是很適合共識 有些決策是很適合 就是比較 就是 就是 二選一的 對 指揮官這種 那 那 我延續 這可能不見得有關 但是 但是我延續講一下 就是 我自己以前都覺得是 是 你人去成事 你人去成理想 就是 就是 把人當作資源 然後我要去集一個團隊 我要利用大家的力量去完成這個事 那 這個理想可能是 在某些時代 可能是 在某些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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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可是現在覺得 其實是 最後 最後是以事成人 就是 我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 我其實 不管是追求去東西化 我也要去追求其他東西 所以最後其實我們都只是在找 一種相處的方式而已 我們只是在 在 在交朋友 在什麼 所以在某些時代的追逐 跟追求是不一樣的 可是最終還是回到你們身上 就今天跟 Terry 跟幾個朋友在聊的時候 也講到這些事情 其實最終 也都是 Terry 巴 對 也在講說 這些事情 其實最終是混到你們身上 而不是 就是 歷史在的這些事情身上 每個時代的事情都是不一樣的 好 非常非常同意 Noah說的 因為我覺得在GV社群 人永遠不專案作標 所以總是會提醒參與者 如果你太忙太累 你沒有一起 沒關係 你可以等一等再回來 對 人永遠是最終的中心 每個個人 那我們剛剛講的很多就是光明面 去中心的光明面 所以我現在想要問一個這個slido上的問題 他不是最多人問的 但是感覺上普通討論的脈絡 就是 這個中心一定是邪惡的嗎 去中心一定比較影響嗎 就是去中心有沒有他邪惡的人 如果群眾不是智慧而是浮昧的時候被腐敗 那 先 只要先舉手嗎 歐主義好 對 就要 正直國文 我覺得 概念上面 像剛剛順著Noah的話 就是 有時候他是一個 就叫凹性情景 就是有個指揮官瞬間做出王座和網友都不錯 但是 大家沒有做成決定就管代人的這種情境 那 這種情境 最多可能就是 多中心 每個縣市有一個防疫師 那樣子的情況 那 但是就是很難做到 Literally 對 對 但是就是 有時候就會變這樣 對 那 那 當時我是跟每個縣市的防疫師回答 都聊過 但是今天不是要整理全島 我的意思是說 有時候那個情況 因為時間 或者資源 或者怎麼樣 它就是形成一個非常明確的凹性狀況的時候 那當然 就根本沒有討論這種事情的空間 但是 就要像 要講 乾燦的時候 剛好期限於你 就是說 總是會有一些成品的時候 大家就是急著要去救災救難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 大家的決定就很重要 就是 是順著前面的那個災難的習慣 然後讓權力更集中在那些指揮官們身上 還是說可以趁著這個機會大家稍微放鬆了之後 立刻去想說 同樣的災難 同樣的挑戰 下次來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再更多一些中心 再更多多影響一些等等 那我覺得 台灣的特色就是說 大家對於白色恐怖時期的侵權非常非常深刻 所以 基本上 只要還記得白色恐怖時代 不會戒嚴時代的人 或者看了還有影響力 我們是 每次檢討的時候 一定都會在往多影響中心的這個角度上 所以台灣是 這種記憶流行的情況 我覺得 比較 不會有這個問題遇到的這個狀況發生 但再過50年怎麼樣 去中間的一案面 一案面 我其實我會在想說 會把這個問題再拉回來 就是說 我們是想要什麼東西去中心 那我們再講這個 是什麼東西 我們不想要 是什麼東西 好 好 那 先撇除最後 剛剛我們講到這個 這個有資源的這個時候 那其實我們通常在講G&A的去中心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Permissionless的狀態 就是說 欸 我不用誰同意 我就可以開始做一個 那我可以用我們的方式去找到 希望 一起做這個事情 所以這就是他去中間的特寫 那 所以回到就是說 欸 我們是想要讓這個部分可以 可以Aponymous 可以大家是 這些 HIGHTA 可以直接做自己的困難 甚至到最大的情況 那 當然到 有資源怎麼決定 這個我覺得 可能是這個問題想要問的地方 好 那所以 呃 直接進入下一題 好 你也 或是 東話你有沒有 東話你注意一下 我同意 哈哈 好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下一題 就是 這個 就是 你就剛剛 G&A是一個道嗎 就是 你覺得 大家認為 G&A該往 或三道路的方向走 就是有點 其實不會你們怎麼回答 G&A都還是會繼續走 這個我要 但是我想問 Noah 你應該是答案沒有清楚 呃 我覺得 G&A是不是一個道 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就是 就是 如果用從 從這個 理論和大家的定義 跟實力龍道的話 G&A當然 可以說是一個道 而且它還是一個非常成功的道 已經成功了實力的道 所以 其實回過回來就是 G&A可以做最糟糕的事情 就去改變 就是去改變已經在運行的模式 可是 我們可以 就是到這個線 其實可以做的事情 就比如說 我們 就剛剛有提到我們做一些訪談 那在這些訪談裡面 我們 就是 比如說像所有的這些坑主 他們 最希望能夠達成的事情 是能夠發揮影響 然後可以看到自己的影響 讓別人看到自己的影響 可是他們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然後沒有辦法再對著時間 找到對著人 那或者是沒有辦法 長期的去激勵這些人 為自己的專案去做貢獻 所以這個時候 因為 1.3跟這個 這個 跟 G塊鏈本身就是 的強項是做激勵之制 所以我們可能可以提供 某些工具 讓他們可以 再去激勵人家 去找到人 然後持續去 去做這些 去做自己的 去做自己的 去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 回頭回來就是 還是 所以一句話就是 看高自由 可以怎麼 幫得上來 因為最重要還是 持續 高自由本來已經成功的 影響模式 然後並且 繼續擴大 高自由的影響力 那我想回顧出來 來問Seal 所以 我們一般現在講不到 當然還是說是 在這個 blockchain 上面 所以 大家 透過某種 投票決策機器 來決定 大部分是 對 撇開這個 就是說運作的道理 剛剛都還說 HDP其實 本來就是這樣 那 那 那 就是 那 回到我們舉一個 最實際的意思 比如說 大家想要怎麼樣 maximize 找到資源去做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 對 我們之前做過最捷運的事情 應該是我們在 安密合理的 那 我們把它套到 它當然它不是一個非常 decentralized 運作的方式 因為畢竟有人要一直去跟 企業目標 然後要 call 這個 community 來決定 要 follow 這個專案的制度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來想像 就是這些事情還有可能 lightweight 到NAS 那可能就是一個 可以去想像的方式 但是你會發現 在 the end of the day 問題還是 誰來做決定 非常 是出錢的這些企業嗎 還是你要 trustee 給某一個 之類 那其他問題 那其他問題 那誰有這個 多少 power 等等 這個一開始怎麼 boostrate這個決定 我想也許是 NOAAG到最近在講 DLV 不見得最有效率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還是說 以這個goal而已 我們maximize 那也回應 就是這個 還是要交換 就是 spycle上面的問題 那 就是說 欸 會不會大家只是要看 怎麼打搞 那NOAAG最前面 這個是 第三款的一種選擇 我們以資源分配上面 還是以社群運作上 還是以社群運作上 以社群運作上 我覺得是一個必須 讓大家能夠 所有的HIGHTA 都能夠直接開始做事情 好 或者就是 社群運作上 是必須 巨重性是必須 但是 資源分配上 可能必須要有更好的機制 那 NOAAG有沒有說過 可以看嗎 是 是 你要買平方 這不算是不行 你要再不可以解釋 是 RXC的DFN 不是專門合成的DFN OK 那如果我想再講平方募資 或平方投票 請先comment一下 就是 剛剛Seal講的那個insight很重要 就是 每一個單獨的專案 會一個小規模的碰到 經濟情況 它變成一個凹型情況的時候 它底下一定得 保持運作的那些 常常還是圖形的 就是 不需要急著做決定 而是 大家找出粗略的公式 那為什麼是因為 有粗略的公式 你才不會排除掉 有可能幫你解決問題的人 所以這個就是 越靠近幾層 越是大家共用的 越需要花時間 大家慢慢磨出某種 促略的共識來 但是 越是Dulation 就是 越發生經濟的事情的時候 越沒有那個余裕 那底下這個累積的越後 發生經濟的事情 上面學字比起就越好 那 所以回到剛剛的問題 所以 我們在問的就是 怎麼樣 因為每個專案都覺得自己很緊急 自己的Milestone很重要 通常都覺得 我的Comparsion 我比較沒有空虛下 共同治理那種感覺 就是更不緊急的那些事情 那 所以 後來 就是 Milestone 我們一起寫Paper 就想說 那也有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說 你就從口袋 投一些零用錢出來 去投注到 你會願意看它成功 但是你沒有空去 實際去參與的那些專案 那但是他們發明了 情報募資法 就是 你找多少錢 不是很重要 你找比較多人 願意出一點點錢 比較重要 那 所以透過這種新的散法 他就 從民主敵人而票 或者是委員會 就是幾個委員 中間找出一套新的募資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有創造力的 那也許也可以多試試看 這裡看到一個坑的樣子 對 就是平高募資的GINV公民客局 這樣 我就先不要推了 那 回顧談來就是想要問一下 這一題很快 就是 有人想聽一下就是GINV的老人 就是如果 就是現在看到web3的朋友 又在說類似的事情 會覺得 呃 是重複造文胎嗎 還是你們有實踐嗎 所以我 你跟 我會 重複造文胎 那 那 只是說我覺得 這個 多少東西是能夠被 這個科技 就是 降低他的摩擦力 但是他還是有 就是 需要被討論的事情 那些東西是怎麼樣 更有效率的 大家有 更快的打到公司 我覺得 一直說對一下你 對在哪裡 我跟CL高以前 其實Social Facts的同學 那我們QA那個部門的頻道 我跟Candere 之前在全路卡克 他的同事都是一些 你知道 Dobos Tangover這一類的人 他們 Candere 那一陣子 他們一起發展一下 你看我們有這樣的東西 那 JCR Lit Library也好 或者剛剛講那個文也好 其實我們講的這些 他們全部都寫過 而且寫得非常的相似 那 但是 我碰到這些老人 Candere 我們在那邊 就是視訊 然後他從 加上運喝酒 來確保他們喝的是同意的品酒 對 對 那時候 他對我的態度 就是非常的支持 他覺得說 他們當時 像他的好朋友 也是我們同事 Dan Brickman 當時方氧石算表的時候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公平 然後 甚至還包含AR的興奮 等等 但是他們當時的定題技術 就沒有辦法做出這樣的東西 最後只能做DCT 所以我覺得 看到新一代的這些 包括當年我們B2B的觀眾 像在WEB3 我覺得就是我的心情 就被 那時候 對我們做視訊表的心情一樣 就是當時我們想的那麼多 就能做一點點 那現在有人能夠做更多 我們是非常高興的 好 來 請問一下 吳衝 吳衝議區 就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神奇的 就是我們小時候在 這個 學 這個 R-Rism這件事情的時候 沒有人覺得說 街上所有人都懂這個字 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在講 這個 decentralized的時候 沒有覺得這個是一個 general public 大家會 哦大家都是這個 哦 這是 something called blockchain 就是這個kit的底層 其實就跟blockchain是同一個概念 那所以 這個是一個最神奇的 我們大概就是 Anything can happen 那我們怎麼樣用新的這些方式 新的去實現這些東西 我也加一句 我覺得其實 在有次碰到那種新的可能性 所以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就是放棄追逐 那另外一個就是 再試試看 所以 現在我們選擇再試試看的時候 然後就像今天早上 早上CLO 就是傳給我的 這個 傳給Web3局的一個東西 就是 我們怎麼去借鑑過去的 這些歷史經驗 根據從以前去學會教學 然後現在能夠 希望能夠做得更好 所以再試試看 是我們的選擇 好 那因為 有一直在跟我舉牌 那 我雖然很不想結束 而且有重要的問題 但是就 請 我等一下放上共筆 請三位 然後 最後要請三位 很快速簡短用三句話來 描述你想像的未來十年 跟俊倫敵社群的關係 那我先寫電話 就是 我這裏有好處 但是 可以搶便 超級有高級有安心 超級有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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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 未來有高級有安心 未來 未來十年 未來十年 真的可怕 那 早上發了這個文章的時候 大概都不怕幾個人 就覺得這個 勇敢而發 對 因為這個感而感 那就是 Proud of Taiwan Because of GodZero 那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沒有辦法比這個更好 其實 其實我們就是繼續做這些事情 對 我覺得就是 能持續簡單的 持續純粹的 繼續做這些事情 那 Og 當年 Word 2的時候 GinV 來自四方 Word 3 就是來自八方 Word 3 四方 然後 三個Beach 就可以來自八方 所以 十年後 可能Word 4 可以來自十六方 那 就是 我想概念上 確實就是 這樣子的模式 本來是 結合關心特定議題的 到現在 是真的 各種所有領域的都有 那希望再過十年 等於 地球上 就是所有 認同 像自由民主的人 想到說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結合的話 那就不管十六方 哪一方 可能 不是只有國際關 還有經濟關等等 都可以來 加入這樣子的 一種開放 就是非常的做法 所以就 大家繼續努力 那 因為我總是會強調 在每一個GinV的討論 和會議裡 我們都要用Action Item 來做結尾 所以剛剛三位就是 他們今天的Action Item 那我們十年後再來確認 是不是執行完成 那今天謝謝大家 那還有非常多問題 那我會放到 問題上 然後 然後 強制的 就是 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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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靠 我會得獎者和主持人 可以到前面披拍 然後攝影師會從最前面拍到後面 好